因为郭台铭真要站台的话 对侯友义来讲可以如虎牵翼 然而民进党就不愿意见到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说 郭台铭联署行贿 是不是用女选办法 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一个议题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词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胡友宜在接受电子媒体访问的时候 在12月26号突然大爆料 他爆料他讲了两个重点 第一个他说他希望韩国瑜担任他的副手 但是被韩国瑜婉拒 韩国瑜婉拒的理由 就是他适合担任不分区或者是立委 韩国瑜之所以婉拒 毕竟他是参选过大选的人 他也知道如果跟侯友宜搭配的话 国民党内 国民党内部分人士会有意见 所以呢 他婉拒的侯友宜 因为侯友宜找他的目的 就是象征韩流归位 然而韩国瑜还是拒绝了 拒绝他列为不分区第一名 他之所以列为不分区第一名 是因为是在蓝白河的前提之下 他愿意 他愿意就蓝白河做一个桥梁 无奈思雨愿远连 到了最后 蓝白还是占 蓝白占的结果 那韩国瑜就是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他就卖命奔场 这是韩国瑜 那侯友宜的隔魁人选 就是郭台铭 侯友宜一直希望让郭台铭进入团队 能够帮助他终结民进党执政 下架民进党 那郭台铭听到了没有 郭台铭听到了 但是现在不表态 他之所以不表态 还要看局势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说 郭台铭的几个重要的双角 几乎都被司法清算 周点论被收押 周点论被收押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郭台铭的角度跟立场来说 第一个他有联署 这是事实 第二个至于什么样的联署 至于什么样的联署 那是郭台铭他们自己的运作 那第三个有没有人帮郭台铭联署 当然有嘛 当然有 其中的大将 主战派大将就是周点论 好 主战派的大将 既然是周点论 也联署完成 也中选会 也公告 但是 但是啊 各位注意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一点的重要性是在于 郭台铭宣布退选 宣布退选 纵然你要查会 能不能等到 选完以后再说 你不查这一两个月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你现行参选的人 他们有没有去会选 有没有做其他的事 为什么现行参选的你 你一个都不查 你查的却是 一个不参选的人 这个在时机上面 是非常非常的奇怪 就是说你应该要查 现行正在参选 他们有没有会选 进行会选的事实 你应该全面性的 先查这个东西 那反而去办一个 不参选的人 这个过程是 有点奇怪 程序上 有点奇怪 那其次 你收押周点论 你收押周 周点论 用选爸爸办他 这个罪非常的重 然而我们必须要 说回来 你只凭三份 当然案件 不在于它的大小 是看它处理程序 法律为什么要讲究程序 就是说 先程序再实体 所谓先程序在实体 就是说任何一个法律的案件 你要程序完备了以后 你才能够办 就实体 双方进行法律攻防 但是现在非常奇怪 他把它倒过来 我先办你的实体 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实 然后以勾竄灭阵为由 我把你的大象收押 这个时机上太敏感 你尤其屏东造势完 12月24号完 你25号 申讯16个小时 26号积压 收押间接 那从屏东地方法院 检察署 检察官 的动作看来 很多人讲 检察官是独立指挥办案 那事实上 检察官 他办类似重大案件 就过往的例子来讲 他必须要请示 显然就用司法清算 郭台铭 让郭台铭 最好不要在 侯友宜的台 侯友宜的一个副手 被迫 接了不分区的第一名 卖命奔长 他的隔魁人选之一的郭台铭 因为周点论的收押 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的政治动作 虽然 县市议会 联谊会的议长 都声援郭台铭 都认为幕后是有政治因素 但是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他的目的就是敲三政府 这对侯友宜来讲 是个大伤 因为郭台铭 真要站台的话 对侯友宜来讲 可以如虎牵翼 然而民进党 就不愿意见到这种状况 所以 我们可以说 郭台铭 联署行贿 是不是用于选拔法 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一个议题 但是目标针对性这么的明显 就说明了 民进党 他也怕郭台铭付出 因为郭台铭一旦付出的话 他的民调虽然是各位数 但是郭台铭宣布不参选以后 侯友宜的民调上升了 就怕 这个就可以证明 郭台铭的影响力 的确还有 毕竟 毕竟你韩国瑜的政治实力 你韩流的政治实力 能够影响10%的选票 国民党内10%的选票 那郭台铭能够影响9% 这个是侯友宜 近来民调 涮升很快的原因 可惜的是 侯友宜 或不担心 一个副手 现在选了不分区 另外一个副手 行踪不明 那至于郭台铭什么时候 他会出手 据我所知 已经有人一直在跟郭 跟郭联络 希望他在紧要的关头 能够出手 那当然 几个 至少我算过 七个区域地位 都希望郭台铭站台 因为郭台铭站台 对于吴武婆的地区 他是有他的影响力 他的影响力 跟柯文哲是不相上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只能够说 在时机那么敏感的时候 收押 周典论 清算 郭台铭 这个幕后 没有政治目的 有谁相信